國高中的時候 因為想要贏別人 就一直砸錢買點數買裝備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把每個禮拜零用錢 幾乎都花在遊戲內 如果你還沒成年 你的大腦還沒有完全發育的話 我們盡量要去避免這些 有暴力刺激這樣子的電玩 所以電玩的分類非常的重要 而且它的分類的執行 恐怕它執行的那種嚴格程度 應該要比電影還更嚴格才對 每週一至週五早上八點 請鎖定UDN TV 健康日記 集團